如果你真的想要用你現有的這個PowerPoint檔案從這邊插入的時候 我記得有一個 我就直接建一個新的就好了 建一個新的 有沒有從我們的PPV導入 就從這個地方開始 你可以從這邊按一下 你就選擇好 看一下這裡有什麼 這些都其中報告的 這些同學 他的簡報不知道被看過多少次了 我對不起你 借我看一下 我有先講了 來 好 但是我們要建議各位 如果你是用這種方式進來的 有的人喜歡在PPV裡面做動畫 有沒有 那些會消失 因為他進來就好像一張圖片一樣而已 所以如果你有做動畫的他可能就是進來你原本第一張動畫還沒出來就沒了 這樣了解 所以我就按是進來 那他就開始問你囉 你看上面有有沒有 有沒有五個步驟 好 這個不用理他 他就稍微分析一下 會問你你要拿幾個簡報有沒有 你的頁面要拿幾個 好下一步 有沒有發現有不同的PPT的呈現方法 也不一樣嘛 對不對 事實上PDF也是類似的概念 PDF也是類似的概念 比如說我想要用這種方式呈現 好選好了 下一個 有沒有選範本 對嘛 給你一個漂亮的東西啊 假設你要這個Business 下一步 他就開始幫你整合好 欸 好的餒 所以這個同學如果知道用這樣來做簡報 可能 教授就會有不一樣的印象 好 我們預覽一下吧 這樣 然後就下一個 我們盡量不要看到他個人資料 這樣可以嗎 當然我還是必須強調一下 就是 其實如果可以的話 我是不喜歡用這種方法 你知道為什麼嗎 那你就乾脆用PPT就好了 幹嘛還 你只會把PPT的內容 用這種方式呈現而已啊 對不對 要嘛就跟人家不一樣的 幹嘛來一判的 來半套的很奇怪嗎 有他 又有PPT的樣子 這樣就覺得 看起來有點怪怪的啦 雖然也是這樣可以進來 只是 我平常我會很少用這種方法 這樣OK 好 那事實上 請問我們的FocusEye 可不可以自己做動畫 也可以喔 他也有動畫的 像PowerPoint這樣做動畫的選項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好不好 OK齁 我先還給你